接着就来到第六题了 题目就说有一个Solid 就是由一个半球体加一个Cone所组成的 而这个Cone的Radius是7cm 半球体当然也是7cm 它就说这两个东西是有相同的Curbed Surface Area 那我们首先理解一下何会Curbed Surface Area 其实半球体的Curbed Surface Area的公式 就是2分1乘的Sphere的Surface Area 就是2分1乘4π7二次 好了,这就等于什么呢? 就会等于这个Cone的Surface Area 就会等于这个πRL 当然我们要L 我们要Lcm B Slang Height 接着两边先弱π 再去计算L 7二次即是49 49除2即是左手边 就会等于7个L 接着呢 就会是 这一个 啊,我们这里有个4 有个4在这里 接着4除2就是2 就是2乘49除7 我们按下机了 2乘49 2乘49除7 就会计算L是14 那所以呢 那这个Slan Height 呢 of这个Cone呢 就会等于14cm 接着去到部分B 它要找到整个Volume 即Volume of Hemisphere 加Volume of Cone 所以整个Volume呢 就会是2分之1 乘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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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乘4